电动自行车我们来看到以后在台北市不准骑上人行道或单车道了 之前六月底台北市有一名14岁的少女 她骑e-bike闯红灯 结果撞死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 现在北市府交通局决议 从10月1号开始就要禁止电动自行车骑上人行道跟自行车道 围着可以罚300到600元 目前其实e-bike并没有骑程年龄的限制 而且骑士呢也不用戴安全帽 还常常在人行道上钻来钻去 造成部分行人的困扰 因此台北市才寄出禁令 另外交通部则表示 之后会强制e-bike使用者要戴安全帽 而且必须要登记跟挂牌 最快在年底之前修正草案就会出炉